大家好 那上周呢 全球股票市场是出现了一定的调整 那现在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策略来对待我们的股市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今日盘前解析 那今天呢是2月22号周一 那上周呢 再通胀疑云笼罩全球金融市场 各类资产走出不同行情走势 那澳股调整跌破6800点 耳窝COH领涨周五的澳股大盘 那在上方230到235之间 COH的阻力是比较强大的 而因为同样身处医疗板块 COH与龙头CSL的股价存在较强的一致性 那对于CSL 我个人的状态依旧为观望不变 那奶粉A2在连续守住9块8防线之后实现反弹 但对于拥有A2的朋友而言 如果想要扭转短期的跌势 那A2需要率先突破11到12的价位阻力 当前的市场环境非常的敏感 那本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将会进行两场公开发言 谨慎态度之下追涨 可能会是目前股市最合适的策略 那香港恒生与上证指数波动正常 A50指数再次来到2万附近 那对A50指数而言 其下方19500点的支撑依旧有效 那美国时段三大股指依旧高位驻足 特斯拉依旧身处盘整区域 下方750的支撑依旧有效 未来汽车同样调整 下方50会是较强支撑所在 那货币方面美元指数坚守90以上 到强势的澳元已然冲破0.78的大关 对澳元而言 其上方下意较强阻力是在0.79区域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内容了 欢迎认可跟喜欢我们的朋友点赞与转发 我是GoMarksElon 我们下期节目见 OpenMarket在线交易首选券商